今天的信息就是基督徒將來的榮耀 有一天我們能夠在天上的榮耀神 充滿榮耀的天堂和祂一起 我們去認識一下將來我們的榮耀 這個實在是非常之美麗的 在地上我們看到地上的榮耀 譬如花草樹木的美麗都是榮耀 看到人的智慧、人的思想都是一種榮耀 這是神賜給我們的 但是天上榮耀和地上的榮耀比 是天上的榮耀強很多很多的 我們會首先看一些經文 羅馬書八章十八節 我們一起讀 我想現在的苦草若給你 將來要顯於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這個所說就是將來我們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和現在的苦草有時候 為主受苦、全方向有人拒絕 那種苦草比較將來的榮耀 我們就說不足介意了 因為現在這個回音很容易 即是現在的苦草 比起將來的榮耀 那種享受神的同坐 享受神的愛 真是不足介意了 希望我們能夠放下這個世界上的事 很多人很難放下這個世界上的事 因為覺得呢 世上有錢 有享受 有很多的盼望 在人生上的盼望 將來呢 和一個很深夢想的 最好的 最適合的人去結婚 將來呢 又得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即是我們在這個心裏 會有這些夢想 但其實呢 這些一切呢 當你得到的時候呢 你會發覺是不外如是 並且所有的 得到的同時 都有同樣的苦楚 除非你全心跟從神 你全心跟從神呢 就整個生命都享受神的 如果不是呢 很多人說 很想有一天 將來找到二郎君 找到想要的太太 但是發現呢 一結婚的時候呢 原來有很多問題要處理的 如果走完神的路呢 反而就會 充滿平安 喜樂力量的 如果用神的方法呢 反而是困難的 其實呢 所有的貝徒呢 越跟從神呢 就越開心的 越容易 疏遠神的貝徒呢 是越難的 因為你發覺裡面有內疚 和力量不足 祈禱呢 是比較難和神 有一個很親密的相連 越親近神 就越容易 越容易有力量的 好了 最先我們已經讀過這個經文 阿倫多前書十五章三節 我們就現在不讀 我們就看看內容 因為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死人復活的時候 帶著什麼身體呢 很久就回答這個問題了 首先呢 就講到我們所中的 就是若不死就不能生 即是講到呢 如果是講到將來生 即是說 現在所中就是我們現在的身體 如果要死了 我們才能夠有一個新的生命 所中的不是將來的形體 不是紫粒 就好像一粒種子一樣 我們現在是種子 將來就會生出來了 整個植物生出來了 好像墨子或者變成一個菊 你看那粒墨子 你看不到將來生出來的那粒墨子 神呢 隨自己的意思 給祂不同的形狀 這個講到地上的形狀 人一樣 瘦一樣 穿地一樣 乳一樣 然後呢 在四十節開始 就講到天上的形體 天上的形體 地上的形狀有它的榮光 如果普羅只停在這裏 即是說 我們將來就是有不同的身體 有不同的榮光 但是跟著他講到下面那裏講 他說什麼呢 他說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者星和那星的榮光又有分別 死亦復活也是者有 所中的事必那為的 復活的事不那為的 那就講到 不單止是地上的形狀有個榮光 天上的形體不同的榮光 並且在天上的形體的榮光 是有日、有月、有星和星的不同 如果保羅不加這個四十一節 即是說將來 他只是講到將來的榮光 即是跟天上不同 但是他加上四十一節 即是說在天上的榮光 是有日不同程度的榮光 日的榮光、月的榮光 和星的榮光 和不同星的榮光 我們稍後都會用不同的經文 支持這件事 即是給大家思想一下 將來我們復活不是一樣的 是有分別的 那有些人說 入到天堂已經夠了 不用分別了 即是 即是 早點入到就已經可以了 但其實 我們想一下 我們永遠的居存 永遠跟神的關係 我們在世上的日子 只是很短 即是我們如果是八十歲 就已經很長命了 一百歲就是極長命了 只是很短的時間 其實我們發覺 向以前去看 發覺時間是很快的 即是小孩子的時候 好像覺得全面的路很遠很遠 但我們看回我們小孩子的時候 好像是轉瞬間 現在已經這麼大了 讀書的時候 開始做工的時候 好像記憶仍然 即是仍然很清楚的 但呢 現在已經很快去 十年十年 很快去過去 其實我們的人生是很快 很短 但人總是覺得 很多東西期望 很多的盼望 那些在地上 但其實我們熟天的盼望 是更加美好的 如果我們單日盼望 世上的事 反而得不到封城 我周圍去不同的地方 我很多地方宣教訓練 很多人問我不同的問題 我發覺很多人說 哎呀我人生很辛苦 丈夫青子的問題 是一個常見的問題 時時 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 也都我時時去到輔導 去處理 最近都有一些處理 其實都挺嚴重的 他在考慮離婚的 但是呢 經過輔導之後 發覺原來問題 都不是那麼嚴重 是人看得很嚴重 是人不要放下自己 而且是因為一口氣 就不願意去溝通 或者不願意去接納對方 很多猛疹怒怒 其實這就是一個影響 很多人的婚姻 一個原因來的 就是不同的原因 和男女的分別 當人願意放下自己的時候 所以我第一用 護導和教導 就是叫他們 你願不願毀身這個關係 願意的時候 這個關係就有盼望了 將來我都會來到的時候 再講一下這些題目 我相信會對大家 已婚和未婚的 或者是你說 和我沒有關係 那未婚的 你都學習婚的 那些你說 我現在想著 可能一輩子都是單身的 都不要緊 那你都幫助很多 很多結婚的人 對於婚姻 其實認識也 對於同事 同工的關係 是很有幫助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男女的關係 男女的合作 就會有痕跡 就發覺很多人 他們說信耶穌 但是發覺 在家裡經常吵架 經常不開心 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 他因為信耶穌 又不想離婚 是勉強保持這個婚姻 那時候的生命是辛苦的 也都在祈禱中得不到力量 而我自己來說 是真的 在神的工作 得到的幫助 鼓勵和享受 是極大極大的 是真的很大 是榮耀歸給主的 我一起身土 即是有神的喜樂和愛趣事 我想到什麼 我就會經歷什麼 想到喜樂 就會有喜樂 或者想到耶穌已經充滿喜樂 這個不是很遠的 我四處去訓練人 很多人都會有這些經歷 讓他們和神的關係更加密切 並且看著那些人的經歷 看著那些人的生命改變 如果你中間有人 是有這個心 你說我很想認識 或者甘生給神使用 你試一下跟過去一、兩次演算 去最近的那些 職人為了那些 你去年之後 你回來可能是這個教會的貢獻更加大 因為你會更加偉實 你發覺原來 我們可以這麼有能力去幫助人 是 待會我們都會有這些訓練 怎樣是隨時隨地有神的一高 因為自從我1998年 經歷四年祝福之後 我一直去尋找 怎樣更加隨時隨地 即時有神的存在 和神的能力 神的祝福 祝福不單是今生 是永遠的 是永永遠的 到將來的時候 一百歲 真是不算什麼 是永恆 你想想一億年 一億年 其中一百 你說小到幾小 是永永遠的 即是我們 我們會掛念 我們這間屋有沒有漏水 我們住這間屋可以保持多久 但為什麼我們不會掛心永恆的事情呢 而且你掛心永恆的居住 你今生也更加享受 真是隨時隨地享受 我和太太天天都享受 真是享受生命的 你看這個圖 這個太陽是光得不得了 相對之下 那些星真的很小 可能這個地球那個 小小過月亮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個星和那個星的榮光又不同 你看一下那個比例是很不同的 事實上在這個世界上 有些基督徒的作為 和另外一些基督徒的作為 是完全不同的 有些基督徒認出很多人 他一次序 可能有一萬人 幾萬人 很多人去生命改變 很多人悔改信主 很多人生命更新 最主要是生命更新 但是有很多基督徒是怎樣的 經常呢 經常呢 有些基督徒在開執事會 就爭取的 經常跟其他基督徒爭取的 經常反抗 牧師傳道所做的事 反抗教會所做的事 即是他是阻力來的 因為他經常用他的思想 來做教會的事 或者是侍奉 或者在他生命裡面 或者他在教會裡頭 但他家裡又和人反抗 即是那個生命 是很多破口 我們想想我們的生命 是否充滿 喜樂平安 祝福 即是碰到誰都會祝福 其實是好的 爲什麽呢 你周圍都是朋友 我周圍都是朋友 我周圍都認識的人 有時一次的聚會 認識他們 他們就即時都會給我 有些地方去祝福他的生命 然後呢 有些地方 我講明我在網上 只是幫助人的信仰 和數靈的生命 或者怎樣侍奉主 這個是最想的 那些人都會找我 那我覺得是值得的 爲什麽呢 因爲很多事 我們很難進入一個人的生命 即是一個人的生命 未必開放 但是這個人是開放 來問我怎樣處理 所以我能夠 做在一個小子的身上 做在主的身上 是非常美善的 所以我願意用網上的方法 去跟不同的人溝通 去建合他的生命 大家都可以的 大家上網知道 很多人 但如果你們上網 從來沒有講耶穌的 我呢 我那個名字 我在 有一個上網的名字 叫什麼呢 《紙幫助人認識耶穌和食》 爲什麽這個紙呢 因爲這些人經常找我 就是問很多不同的 是人的問題 甚至有些說 你介紹過那個人 我認識得不可以 你有沒有興趣 你問這些問題 我呢 就只是彈一句出來 只幫助人認識耶穌 就是認識這個真實 就是我們看到 人的榮光是很不同的 有些基督徒 他只是跟同神 整個生命是很不同的 你會看到 在一個教會裏面 你看到有些人的生命很好 有些人的生命很弱 整天你都要負負 他又跌回 負又跌回 他又跌回 他不只負 他時事都發出負面的力量 他對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教會 都是發出負面的力量 我們投資幫助 我們敏感到 這種負面的力量去處理 我上次講過這些 我經鬆得性 可能很快 很短 可能你未必應用到 但是上網可以再看 有機會我都會再講到 處理這些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程度 經常彈出來的 怎樣不斷地處理 有一個人都問我 他說 看你真的很簡單 世上都很無所謂 不怕病 不怕死 不怕母子 不怕男性 什麼都不怕 其實神不會將這些 不會給男性 給何應該 因為跟從神的人 本有神的同在的時候 身體神都會給他健康 但是如果真的有 真的有吧 我也不要緊 我也都將生命放手 我追求的就是 這麼加侍奉著 有些人說 他說 很想好像你 不過總是做不到 即是經常看到人 又被人交 經常看到錢 又擔心 經常看到前途又怕 那我說 其實神是凡事祝福的 我們信革觀 祂真是凡事祝福的 你看過 經歷過祂幫助 經歷過幫助 以後祂以前幫 以後都會幫的 相信神是這樣的 看著這些人 被幫助 神這樣使用我 也都會 不斷祝福 這麼多人 神也都使用每一個月 的人 還有我發覺 吃東西吃來吃去 不過如是 都是豬牛 雞 雞 魚 菜 三果 飯 即是吃來吃去 都是這樣的東西 那你多有錢 都好 那你吃到很漂亮很漂亮 那隻 煮到好 即是非常巧手 吃完 你出來的餐館 又是 都是 沒有了 即是不會跟著你的 吃完一餐 又是一樣 你睡了很大的床 睡了小床 都是差不多 你住的家 舒服 即是你不一定 有些人說 什麼 龍床 不如用狗斗 你在這個家裡 覺得很舒服 去到家裡 也沒那麼舒服 就算你家裡 不像人那麼漂亮 你都覺得夠舒服 那你真是背了一間 很漂亮很漂亮 是不是真的很大分別 未必很大分別 錢是很大的分別 但是享受 未必真的這麼大的 即是當我經歷過 吃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坐過很漂亮的車 現在的旅遊車都很漂亮 你坐下 有些人都可以坐很漂亮的車 又是這麼坐 即是很大分別 坐頭等鬼的飛機 貴很多 頭等鬼 就是腳伸長一點 你在家裡 不知道伸長多少都可以 分別不是很大 但是人很嚮往這種生命 很嚮往以為這樣 是很大的享受 其實當你經歷過 都是不外而善 但是看到人 這個生命 是比一切更加寶貴 這個東西 我希望大家看到 生命比一切更寶貴 是不是 你看著那個人 真的整個人釋放 經歷到神的愛 經歷到開心 是最滿足的 在這世上沒有一種滿足 你吃幾把東西 吃幾好吃的東西 吃完那種滿足 是不合於你看幾個人 他心裡面 真的經歷到神的愛 經歷到神的意志 而我們可以用這個能力 神已經賜給我們這一切 希望我們都不想 好似日有日叫榮光 你在世上的日子是無多 是無多 你就可以發出日的榮光 一間的訓練就是 如何能夠有這個神的能力 去發出神的榮光 秘者不只是今世 是永遠日 好了 這個榮光是甚麼意思 只要我們看看出埃及記33章 讓我們看到這個榮光 不單止是普光 是有神的恩賜 我們一起讀 出埃及記33章18節 摩西說 求你免出來 豈不是要保安嗎 又說 我要免我一切的恩賜 在你面前經過 宣告我都認 要因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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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摩西其實他很 就是他親近神 神他非常之嚮往 享受 他就說 神啊 求你顯出 你的榮耀給我看 這個是一個很大膽的要求 因為這件事是 是普通人見不到的 見到神的最強的榮耀是會死的 神都答他 但是他會夠膽去問 但是神的答案很特別 所以說 我要顯出一切的恩賜 在你面前經過 我要將我的恩賜 在你面前經過 神答他 不是答名 而是答他的恩賜 因為神永遠是充滿他的恩賜 曾經有人上過天堂 但有一個地方 你上網看 叫做 spiritlessons.com spirit就是靈 Lessons.com 那裡有很多影片 其中一個影片 講到一個人 他上到天堂 其實有不同人都有這個經歷 這個人上到天堂 看到耶穌的時候 神的榮光湧過來 他就以為這個榮光 因為他是從地獄上來 他就以為這個榮光 將他帶回到地獄 但當這個榮光來的時候 他就即時感受很強烈的愛 非常強烈的感動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其實已經是 看他的年齡的樣子 可能已經是四、五十歲 但他講回那個發生的事的時候 是大約二十歲的時候 他就講到他二十歲的時候 曾經上過天堂 後來他就做了牧師的 那他就講回 他說沒有一個人準備好見耶穌 當你見耶穌的時候 你發現原來耶穌這麼大的愛 是我們想都想不到 這個世上沒有這種強烈的愛 但經歷聖靈的人 是會經歷到這種愛 但這種愛 只是天上的愛很少的部分 當他經歷這個愛的時候 他講回幾十年前的時候 他講回的時候 他眼都流眼淚 他感受當時那種愛 他說沒有人能夠預備好見耶穌的愛 然後他的心都很感動 這時候神就說 我的榮耀就是有我的愛在裡面 我的恩慈在裡面 是很大的恩 變成天上 當我們享受神的榮耀 不只是很光 而是不斷享受到神最強烈的愛 有些人說 我現在沒有神的愛 都差不多 不是沒有是有 不過不是很強的那種 做人都OK 但是其實 當你享受的時候 你就會說不OK 我們現在是不OK的 因為我們在罪的狀態 其實是在受苦 你發覺人生總是碳色無果 但在天上 就不是碳色無果 是極度極度的 所以在神的 最近最近的神的榮耀 這個地方 是極度極度的 就是充滿神的愛 我希望大家享望 享望這個和神這個極度親民的關係 他就講到這個榮耀 而這才講到這個榮耀 每一個人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在世上你的生活 和你和神的關係疏遠的時候 你在依仗 你是不能夠經歷到這種最大的榮耀 雖然都是恐怖的 好了 接著他就說 這句說話很特別 宣布我的名 這裡是給我一個看法 神的名是很美善的 這裡講誰宣布神的名呢 不是摩西 是耶華自己 我要將我恩慈在這面前經過 然後我要一路宣布我的名 就是神的名的美好 神自己都要宣布 每天都要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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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我們很難想像 但是神就是這個美善 祂會宣布 所以我們想到神 我希望大家都喜歡神 想到神的名字 我們就歡喜 想到神一切的恩典就歡喜 我想到神我就很喜歡 我真的很喜歡 我對於世上的事 我的性格是不太嚮往的 我小時候也是 我看到人很多不好的東西 我看到人藍交 我不是粉絲質素而已 而是我看到世上的人那種問題 我不覺得世上是完美的 所以我只是說在世上就是享受 有多少 當時來說是享受 但我現在就享受神了 當我知道有神 我就非常開心 所以我對於世上的事 我覺得都是勞苦受犯 有很多的困難 有的享受 吃一些東西是不是真的這麼享受呢 我真的不覺得是這麼超級的享受 但我覺得有神的同受 那種的享受是非常之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享望這種神的榮耀 永遠的恩賜 另一個經文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公共多戰書》3章12節 我不詳細說 我只是抽出其多部分 因為那裡有人用金銀保石 或者是草木和街的根底上建造 個人的工程會顯露出來 因為有日子就會顯露出來 有火發現 這個火要試驗個人的工程 去試驗到底是怎樣的 如果這個工程建立 能夠存得住他就得上賤 如果未試就要虧損 如果真心信耶穌 他真心信心是有行為的 如果信得沒有行為 都是不上天堂的 因為耶穌很清楚說到的 凡清夫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 為了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到那天很多人說 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快奉你的名 奉你的名 耶穌就說 你回這實作我都是我從來得認識的 不知有些人說信耶穌 未必真的上到天堂的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我們真信耶穌就會有行為的改變 如果一個人信耶穌 他沒有悔改的心 沒有知罪的心 沒有改變的時候 他的信心是有問題的 信心有問題 死的信心是可以不得救 死的信心是絕對不得救 不過這個人的信心可以是死 所以我們不判斷到 但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覺得你的信心很弱 我希望你醒覺 不要說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哎呀 總之耶穌就行 不是一定的 有些人的信心是死的時候 他的生命沒有改變的時候 他可以是死的信心的時候 是可以很大危險的 這裏講到的那些 是仍然是得救的 他受虧損 全部消殺 那這個金銀寶石可以代表什麼呢 可以代表就是 這個人真是愛主的 有體重人的 有疑問的心的 行神的路的 心是清潔的 寵惑當然是什麼呢 是為自己的榮耀競爭的 是很多時候對神的話語 是有抗拒的 對神的事沒有興趣的 聽到神的話呢 要看《聖經》覺得很悶的 聽到覺得是悶的 就是這種的心態呢 他可以是草莫和街 或者他做的時候 只是為了自己的 不是為了人的 這個我說 用了圖 金銀寶石 草莫和街 一消的時候 一試驗的時候 就會試驗到 金銀寶石很漂亮的 所以做在人身上 也是很 就是人真的得到很大的幫助 祝福 你想你的生命 是金銀寶石 激化是草莫和街 當然草莫和街 當然草莫和街 沒有人想 真的草莫和街 他對神的事不確保 結果他做出來的 是草莫和街 如果你想 有良事 有忠心有福人 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 因為這個人 而上天堂 或者被幫助 去到天堂的時候 是很多人 因為他的緣故 而在天堂 或者因為他的緣故 而生命改變 你有沒有做在人身上 可能真的會祝福人 你來到教會 會不會關心其他人 去問候他 為他祈禱 知道他的需要 關心他 繼續關心他 繼續為他祈禱 這個是做了一個 弟兄身處 也都出去外面的時候 去尋找機會 待會我都會訓練大家 怎樣用祈禱 來帶你人說 但另外一些人 是空手見主的 他所做的 都是原廠寵物和家 是過去的 只是決氣的 可以求助幫助我們 見到面的時候 又忠心又糧 有糧事又忠心 有糧事 真的是很歡喜 很歡喜 而且所做的 今生是得到祝福 馬太坊 六章三十三節 先求的國 和他一切都交給我們 所有都交給我們 很多人 有一種信 有分別症 想耶穌給天堂 給屬靈的祝福 但是世界 就自己去追 其實聖經不是這樣說 聖經是說 所有一切都交給我們 是神 有權給我們 那個是神 有權將最好的配奏 給你那個是神 不是我們自己 有時人就用自己方式 慢慢追 希望追到 其實他用自己方式 追到都未必享受 都有很多問題 當你走神的路的時候 你真是祝福 但是有些人說 嘩 去侍慕主 不一定做傳導人 首先有些人 不是呼籍做傳導人 你就是 在你的身份 你可能大跡 可能你在教師 和聖經人 你做你所做的事 做這些事的時候 有些人覺得 好像很被人拒絕 心是不舒服 覺得好像一種傷害 但其實是有方法處理 我每一次傳福 我這樣的心態 神給我的意見 假設這是一個人 他不相信 去到天堂的時候 他不上天堂 去審判的時候 但是神說 我的兒女曾經是祂傳福音 但是沒有聽 我們所傳的就是 榮耀神 所以我自己有意念 我跟祂傳福音 如果祂不相信 我一樣感謝神 我榮耀了祢 但我當然不會 歡美祂不相信 但我心裏 我不會有重達 有些人傳完福音 被祂傳了 就很不開心 但我說我榮耀祢 我已經滿足了 但我希望祂會順 所以我被人拒絕 我不覺得一回事 而且我經常祝福 很多人有好的回憶 我更加享受 我覺得好的回憶 比我吃一頓飯更加好 很多時候都說 辛苦你了 但我說 其實我不是辛苦 是幸福 不是辛苦 是幸福 我真的 神將一切都給我 所有祝福的 所有變得到的 都是好的 另外的經文 也講到天上的分別 看書六七章十四節和九節 我一起讀一下 我聽見以色列人 人國之派中 仇人的數目有十四萬四 之前有第九節 此下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 會有人臨數過來 事從方向 方來 站在補助我高陽以前 身穿白衣 手拿中樹枝 大聲靠著樹 願救恩歸於 歸遠過在補助上岡的神 歸於高陽 其實我收著經文的意思 第一次經文講到 不同的榮耀 日月星的榮耀 第二次經文講到 金文寶石草莫羅間的不同的榮耀 這裡講到 在天上有不同的群體 這裡講到 第一就是以色列的姿派 接著講到 各族各方 各民各方 很多人 很多人 然後聖經 在十四章一節 講到 另一群人 跟我一起看 我又觀看 見高陽 站在石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萬四支人 同都有他名 和他父的名 寫到達上第四節 這死人未曾經見婦女 他女如是蒙生 高陽和無論我那裡去 他女都跟隨他 他女是從人間買來的 作初術的果子 歸於神服高陽 在他們口中 插出方言 他們是沒有 另外有十四萬四千 這十四萬四千 可以是一個代表數字 開頭說到以色列也是 因為以色列信主的 是應該超過十四萬四千 這是一個代表數字 但是 聖經詞的經文是講到 沒有人能數過來的 沒有人能數過來 但是這裡所講 十四萬四千是不同的 是另一個群體的 那這個群體呢 它是講到在石安山 但是因為聖經說到 耶穌不是在地上出現的 在天上出現 所以這個呢 就不是指我們這個世界的石安山 就是要講到 在神的同在的石安山 所以這個是講到 將來的情景 不是講到現在 因為耶穌不會再在地上 耶穌回來就是世界會入的了 好了 那這班人是怎樣的特色呢 他形容 是未曾之結婦女 是同身 群羊去哪裡去跟著她的 即是他們是同神 耶穌的關係很密切的 他們是未曾之結婦女 那是不是結婚那些沒有份呢 這個應該指到 是屬靈上的 屬靈上的 是潔淨的 那你說死了 我不潔淨那怎麼辦呢 我們立即悔改 我們聖下的時間 我們揭力的去親近神 遵用神 不要有任何的污染 走神的路 神是會喜悅的 那然後呢 就講到 即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即是這班人 是最入神 最強烈的動作 最親近的神 然後他們是作初熟的果子 歸以神和高度 即是說 我們每個人都歸以神 但有些是初熟的果子 是最美好的 最靈的 那他們呢 就是口中插出方言 亦都沒有瑕疵的 即是說 他們的心情真是追究神 那你說這樣就太難了 那其實我上次都講過 輕鬆得勝 講到處理罪 不是太難的 怎樣呢 一有罪的意念 即時處理 還有 不要有罪的意念 就說死了 我又失了 我們失了 不過馬上悔過就行了 就是不要覺得很大件事 很多時候 基督徒軟弱是什麼呢 唉唷 一有罪的意念 唉唷不行了 今天又沒用了 這樣呢 內疚令自己繼續 沒有力的 但你即時說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有罪性 都有罪的意念 我即時悔改 即時改過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這個 很多基督徒 就是被內疚打沉了 打沉了 跟著就做不到事了 就軟弱了 所以我們記神 其實我發覺 我認識的 就是每個基督徒 都有這種內疚 持續的內疚感 當有這種持續內疚感 就沒有力量的 但即時處理 你說 其實每人都有 在神的眼中 神給我這個意念 有一天你說 跟人說 唉唷 我有很多罪 我不感受到別人 神又怎樣 他說你有罪有什麼出奇的 我記得每個都有罪 所以你說有罪不出奇的 但是你悔改 我就真的覺得很驚奇了 我真的很歡喜了 所以有罪不用當作 是好像 天大的事 改變不了的 然後你一有罪 立刻悔改 處理罪的事 一問到 咦 我想辣 立刻悔改 如果你當時很想辣 那你想很生氣 立刻走出去 你都找出根源 為何這麼生氣 人呢 有時要求太高 要求老婆老婆 子女 太多 我們想去改 不是用一個猛症的方法 而是愛心猶和的方法 你就可以幫到他 越猛 你就越幫不了他 越猛他越走 越不聽話 所以這個心裡猶和卑卑 反而能夠幫他 想犯罪 立刻 立刻難過自己 在網上 我相信有些人 給網上的色情 或者網上其他影響 所以人有 就覺得很難勝 其實 你只要我的生命 這些所看的 破壞我的生命 即是我 我自己 一直用很多努力 去侍奉主 像建屋 在一個根基上 一邊建一邊拆 其實建屋 是辛苦的 侍奉主 是用時間的 是努力去建 建完之後 就弄壞他 你會不會建完 有些人 弄了沙 那些 寶女 就踢到他 但是 如果你真的 建一個 用很多努力的事物 你不會建完 就踢到他 不會把他拆毀 但是很多人 當我們犯罪 即是拆毀他 何必呢 拆毀自己的生命 是辛苦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說 我們建的 我們真的要建立 是聖結 是不難的 你越親的時候 你會發覺越容易的 我 我和大家說 我以前一樣 被很多罪的意念 罪的行為影響 但是我現在 真的可以得勝 真的有得勝 有很多人說 意念很難控制 罪的意念很難控制 任念很難控制 但是我說 這是罪的意念 立即對抗他 立即處理 我生命很貴 我不要這些 立即就不理他 立即不給他影響 例如見到一些 很性感的女性 立即另一面 立即處理 我發覺 是 我現在和以前 是很大分別 是很少 枯萎的意念出現 但是我依然 會有時 有一出現 我立即難過 即是說 我們形容是罪人 會有負面的意念 但是即時處理 是可以處理好的 我正先所說 三月經文 都是廣道有分別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還有金銀寶石 還有寵物皇家 還有廣道和神 很接近的一份人 我希望大家學慕 在這個時候 我想介紹一對夫妻 介紹這個傳道人 她兩個都是傳道人 她的太太叫小翠 她已經有四年多 是每日用三至四個半小時 去祈禱 我去祈禱的時候 也有洩漏她的意證 我會回去再洩漏 為什麼呢 因為她祈禱的時候 她經歷很多 而她經歷很特別 就是很多證據 我介紹這個人 我也會再去判斷她所做的事 用各樣的方法去判斷 和洩漏她的支持 她的情況就是這樣的 她起初因為她的情緒 所以她用長的時間 去等候神 去愛神 安靜在神面前 後來她就發覺 心很平安 很輕鬆 所以她就喜歡這樣祈禱 後來她進入另一個界限 就是每一次祈禱 她都有一段時間 是愛慕神 而且她處理裡面的那些雜念 又到那一刻 開始進入另一個界限 就是開始神和她對話 有些她又跟神 一直不斷神去說話 她會跟神說話 那些對話 處理生命中不同的問題 是三個階段 神就帶她去天堂 神就帶她去不同的地方 是有不同的經歷 而她所經歷的特色就是 是有人見證的 即是在世上的人見證她 知道的事不是她自己作出來的 是真實關於那些離世的標準 而她所說的是支持正師我所愛的經文 所以我先講這個經文 而我先講到她在天上見到的情景 我先講一些證明 雖然我都會說的 我都會再去研究 並涉入這些見證人 他們所見證的事情 其中一個人物就是一個傳導人 傳導人離世 但是這個太太受了家人的壓力 就不用基督教的認識 用了世人的喪禮的認識 她就很害怕了 過後 她就怕她的丈夫是不是去了天堂 她就提到神了 求你猜派一個人 或者用儀仗的慾望 讓我知道她的丈夫是否去了天堂 第二樣 她就說我很想知道我應該怎麼做 因為她當時有一個選擇 就是她回去照顧她的丈夫 她的兒子 另一個選擇就是她羨慕神 她當時來說 因為她是比較軟弱的人 她很依賴的丈夫 她就很離世之後 是突然間離世 她就心裏面很螳螂 她就問神求神 而有一天 神就跟小翠說 我今天要帶你去天堂 而小翠 她所說 我已經說過了一個經歷 不能夠取代我們先所說的經文 經文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些經歷只是認證這些真實性 但是也是我們去考驗的 就是我們不能夠將經歷 換為一個真理 只是一個 讓我們看到一個支持點而已 讓我們看到原來聖經所說的 真是認證 她自己看到她不同的經歷 她看到她所看到的三重天是有不同的 其實三重天是什麼呢 就是人和神的關係 第一重天是那些普通的經歷 第二重天就是殉道的 或者是很愛主的經歷 第三重天是神特別挑選的 就像你所說的十四萬四千 高陽在哪裏 跟著那班 就是很接近那班 她去到第一重天見到這個弟兄 就是在一個很大的牆裡面 這個牆好像運動場那些比賽 很多人在她旁邊看 中間就有一個審判 這個不是最後的審判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preliminary 就是預先的審判 就看到一個桌上 有一個天平比人更加高的 在這個天平一邊就是 就是這個人信主之後 到了他離世的時候 所有的神的一件 另一邊就是他的生命 在那時候天使就跟那個人說 那一傳兩個人 他說你可以跟小帥說話 那他就跟小帥說 他就跟小帥說 他是第一件事 他說你告訴我 你要努力去侍奉主 還有他說我很後悔我以前沒有揭力去做 第一件事他很後悔的意思 就是不是揭力去做 他說你要我太太 回去一定要努力去侍奉主 第二件事他告訴他 第一件事他回到他太太那裡 也是得到認證 第二件事也得到他們的認證 就是什麼 他說其實你媽媽很疼 他經常跟我們誇獎你 因為他是傳統人的太太 就聽到他的媽媽經常誇獎他 但是他跟小帥說話 小帥有很多時候覺得 他給他好像要求很高 就沒有這種感覺 但是他就說 其實他跟他們是有影響的 小帥就回去之後 就告訴這個太太 那太太就說 這個事情就是我想知道的 就是到底他是不是天堂 第二呢 就是我做什麼 所以他這句話說 你揭力 其實有不同的人去他的天堂 都說 你揭力去侍奉主 你盡力去做 在神面前是蒙月立 是永存的 這是第二 第二 第二 就是他說 你說得出你媽媽說 你媽媽很誇獎你 他說其實這件事 是我們知道的 普通信徒 大家都不知道 是因為我們是同工 所以才知道 所以我知道你真的見到這個傳統 然後他回來說 他媽媽是見證的 我打個電話給他媽媽 因為我知道的時候 我認識他媽媽的 我回來香港再打給他媽媽 我問他這些人的見證是否真的 他說是真的 我會再回去 涉獲這些人的所有見證 這個是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 就是有三個家庭的人 第二個家庭就是有一家人 那我丈夫呢 十幾年之前已經相信了 但是相信了之後 她沒有回教堂 是因為她的職位的緣故 她沒有回教堂 而她的太太和女兒 就請小翠和教堂的傳輪 去她的家 請她向她傳輪 其實這個過程 小翠是沒有跟她說話 因為其他人都說了 剩下她問了她的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信耶穌 她就說我真的信耶穌 只是問兩句說話而已 跟她說兩句說話 那幾天呢 後來她忽然收電話 這個人呢 她是在急症室 現在搶救著 忽然現在有生理問題 於是她們就 猛地為祈禱 但是幾分鐘之後 她已經是離世 來世之後她們馬上去醫院 就為她祈禱了 其實不是為祈禱 是應該唱一首詩歌 是送她上天堂的一首歌 由這樣的詩歌 就是 這個聖盟規著的基督徒 現在呢 去天堂 天使府庭 可能是這樣的詩歌 在那一陣子 小翠看到異象 她看到異象 看到這個 離世的 這個 這個 男人 和兩個天使 在一起 然後這個男人 就沒有說話 但是她的意念 在她心中發出 小翠收了這個信息 那信息是 你告訴我的女人 我很滿意你的婚姻 這句話有什麼特色呢 原來因為 她跟那個女婿 對於女婿的接納不是高的 她在世上的時候 她經常給她的女兒一個感覺 她不是那麼滿意她的婚姻 但她的心就滿意 但她的外表就不滿意 她的行為上 看到她的女婿可能有些事情 是不滿意的 但她的心就滿意 她又說 你告訴我的女兒 其實我很滿意她的婚姻 但小翠是不知道的 因為小翠根本不認識她的 她的婚姻 所以當我一說的時候 那個女兒 立刻知道 你是看到我 我的爸爸 因為你說得出 在我心中最大的結論 我最大的結論 就是到底我爸爸 是否接落我的丈夫 而她即時說這句話 第二次就是這樣 另一次 小翠又在異常中 又去到第一重堅 去到一個地方叫歡樂谷 又看到這個弟兄 這個弟兄就說 我去了那麼久 我還未去完天堂這樣的地方 天堂有不同的地方 其實聖經也有說到有樹 有果子 在這個地方就有歡樂谷 她說花草樹木 和空氣都在笑的感覺 所以小翠都很開心 很開心 充滿喜樂 然後她就看到一張很長的桌 就是一個自助餐 放在那裡 自己買去拿東西吃 然後桌 那個桌子放了什麼 就是放了很多種珍貴的山果 她就看到一個弟兄 兩隻手拿著不同的山果 喊在那裡 這隻手吃 那隻手拿著來吃 她就跟著回來 就告訴家人 她說我看到她在那裡吃自助餐 吃得很開心 那家人就說 唉 這個真的是她 她在世上很喜歡吃自助餐 但是她很喜歡吃水果 但是她因為有糖尿病 嚴重的糖尿病 所以她不能吃水果 但是她在天上吃水果 有些印證 那你由第三個家庭 第三個家庭就是自己的家庭 第一就是她媽媽說了很多欣賞她的說話 她不知道的 然後她透過第一個傳聞 第二樣東西 她不知道她的爸爸 因為她爸爸在她三歲的時候 已經離開了 她爸爸的爺 即她太爺是漢家 在日本人打仗的時候 寒冷淚死了很多宗鬼 神就跟她說 你要為了你太爺的罪 會對你認罪 而這一個 她所犯的罪的影響 不是在你身上 她當日 小小孩 我不知道為何很生氣 很生氣 一種憤怒 又去到天上的時候 神就告訴她 你的太爺所犯的罪 會對你的影響 聖經也有記載的 不同的詩詩 是為了以先人認罪 為了列祖認罪 即是 人所犯的罪是有影響力的 你的父母 你的祖父母所犯的罪 都影響我們 她就為了她太爺的罪 會改 求主射臉 然後她說 我再沒有這樣大人入法 所以第三個家庭 就是她自己的媽媽 作變症 就讓我們知道 她真的有這些經歷 不是假的 看回第一個傳道 去到這個审會台前的時候 天使就叫她去 她就去到這個天平的面前 她不是站在天平 她是站在她前面 接著天氣就擺動了 一邊是神的一面 自從她順著之後 當她擺動的時候 她發覺神的一面那邊 是非常重 她是那邊很輕 天使就說 按照她的生命 她是不可以住在那裡 但接著有聲音就說 我的一面就你了 你可以住在那裡 這句說話告訴我們 聽到什麼呢 聖經說到 行事為人與蒙照的一種相情 即是我們的行為 即是我們將來有一天 我們在神的面前的時候 按照我們所行的 或事或莫受報 也都是我們 在這裡有些經文 就是這個天平 即是這個是我們的天平 這個美儀 聖經說得很清楚 就是 不是每個天父主人 都能進入天國 有很多人 就算他們傳道 玩鬼行二流 因為他們不是真的 跟神有關係 有些人傳道只是一種職業 他的生命沒有跟同神 他不是真的跟同神 這種是最嚴厲的 另外聖經也說到 情慾的事都是以而易見 其實很多教徒都有的 恩惠、邪蕩、仇恨、真敬、忌恨、老奴 別黨紛爭、疾道、罪走方面 都會有教徒有 聖經也說 行者或事的人 天不能成仇 聖經也說到 不要說你的過分 天父也不要說我們 所以如果神要追討這些罪 我們是不能夠罪到天皇 但是神的恩典對我們罪到天皇 那你說 神的恩典當然是 但是的確有很多人 他的生命 他的行事為人 是與蒙照相情的 他見到另一個姊妹 這個姊妹的天平是平的 他就告訴小祖聽 這個姊妹很多時候幫助人 也幫助小祖 他告訴小祖聽 他說我做在你身上的 耶穌就既然 我的天平是平的 當然意思不是我們靠行為 我們分得很清楚 我們靠恩典得救 但是我們的行為 是顯出我們的信心 這個人真的會這樣幫助人 去支持不同的存在 是他真的有這種信心 這個就是正神 他是一個真教徒 他是真的有生命的果子 他行事為與蒙照相情 有很多教徒 按照他所行的 他是生氣人的 描述人的 他是不會進入神的國 雖然是恩典 他來向進入神的國 我們進入也是神的恩典 但是如果這個人所行的 與蒙照相情的時候 他的天平會是平的 不是他靠行為去得到 他也是恩典 但是他在恩典裡面 是有這個果子的 所以我聽完這個 哇 很大的提醒 神啊 到時 到時那個天平 是平的 因為是斜在一邊 我不知道大家聽到之後 你會怎麼回答 你會說 沒所謂 入到就算了 神啊 是我恩典救你用 我入到就算了 其實有些人以為 入到是可能入不到 這是第一 希望大家不要緊緊得救 第二 為何不結果子 為何不享受這些果子 其實不是困難的 這是人的欺諜 我們基督很多欺諜 亦都中了魔鬼的詭計 被魔鬼怎樣死亡 其中魔鬼一個死亡 他又怎樣死亡 你做不到的 你做也沒用 當然你做 這些是謊言來的 謊言來的 但是很多幾乎 信到十足 我做不到的 哎呀 人家都這麼多人做 不用我做 你上天堂 你不是說 我們教堂很多人做 我牧師做了 我不用做了 不是這樣的 是每一個人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可以祝福的 我希望大家聽到這個訊息 其實這些聖經有支持的 你不看小翠的見證 都足夠支持的了 聖經有講到的 如果你說 吳優雪人的過範 你數一下的時候 可能有些地方 我們都對焚一些人 和我們很接近 心裡還在生氣 我們如果按照這個經文 我們不上天堂 是神的恩典 這些聖經太佬支持的 聖經有講到 與蒙著的雙情 都講到這個果子 有些是燒了的 有些是金文寶石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你會醒覺 在神面前會醒過來 會真的說 神啊 我不想做一個 限萬不潔過節的 耶穌也有警告 耶穌警告什麼 他講到那個 那個比爾的仇 那個主人說 不如將這棵樹 拔掉它 但是那個管員說 由得它 給它三年的時間 看看它還會不會 潔過節 我希望大家 都在這個時候 真是會 在神面前 會過這首歌 有三節 我想請大家一起起來 我們一起去討告 我們思想 主耶穌求你 一代連吻我們 求你性命 一切的罪 主耶穌求你 連吻我們 主耶穌求你 因為我們規決神的榮耀 我們很多地方軟弱 我們沒有以神的事為念 我們很多時候 讓我們的脾氣 我們對人的一些 負面思想 我們對某些人的排斥 不搖樹 影響我們的生命 我們都沒有想到 很認真想到 我們要見主 要交象 很多時候 我們將事情想到 將來才算 將來才算 還有被魔鬼欺騙 就覺得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你就訴求你幫助我們 不要做一個 走爛不見果子的人 不要封守見主面 我想大家想一想 如果今天我們要見主面 我們的手上有多少見情 我們所見情 是有多少的罪在裡面 就算我們有侍奉 我們做的時候 是不是很多不耐煩 我們做的時候 是不是虛仁義 或是出於愛主 愛人的心 有沒有憐憫的心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侍奉憐憐的心 是很弱的 不是真的出於憐憫的心 愛人的心 求主聖我們 在這個時候 求主幫我們 真是同一首詩歌 去回應神 主若當日之我命運 我能嘆然見主浮 血消震無香主天塵 祖醉大恩百八百首 父上被犧牲 我只屈服 可能於此堅人數 祢必要人 來為耶穌 祢可紅 收回天父 祢哉 nerve 去到港人 現時棄緣 再去到 可暗方天 全身全身 提出明明行其道 通常未成果之悔悟 可得於自見人選 未免一人 待鬼居屬 豈可控收回天賦 我若敢怨 結盡心靜 恨強座共 親天罪 萬夜已深 發愁掌握 驚醒救恩等著來 通常未成果之悔悟 可得於自見人選 未免一人 待鬼居屬 豈可控收回天賦 未免一人 待鬼居屬 豈可控收回天賦 未免一人 待鬼居屬 豈可控收回天賦 首先 我想邀請大家 和神的認罪 我們要規決神的榮耀的地方 我們不會出過生命的果子 我們中了魔鬼的詭計 求主耶穌在這陣方為覆蓋 我們對自己很多的方言 我們都對人有些負面的批評 抗拒 不言說 對於是夢 有一種負面的看法 求主耶穌在這陣方為覆蓋 耶穌說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什麼時候會見你的臉 現在我們在世的日子 也不是說有好場 就算有好場 我們都要鐵力去給你使用 給大家安靜一會兒去討報 向神去認罪 這個척的日子 人說不需要這可能 冒愛吧 完全不取 product 沒有用 情是完全不愛 這邊你要的頭 有一豆 會賣 我們有遇到 小 Means kişi上面有陰 penis 你驅到 calle 誰給你�古人 從你覆蓋 這主要有 Ha homem 看法 真是我們很多時候會軟弱 很多時候會規決神的會議 我們跟家人的關係 很多時候真的沒有將來神的會議 無論他們怎樣不好 怎樣有困難 我們的責任都是將來神的會議 好像天上的聖徒一樣 充滿喜樂 充滿愛 充滿平安 充滿祝福的心態 求主耶穌祈禱我們一切的罪 求祢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亦都叫我們深信 以往我們怎樣失敗 我們只要真心悔悔認罪 並且可以改過 神祢必然給我們新的路 讓我們不要停留在這個 永遠都說我是軟弱的 我是沒用的 永遠都是批決神後靈弱的 主耶穌求祢幫助我們 真是有一個悔悔的心 必然是有悔悔的心 我們到神面前求祢幫我們 立志 我們第一個要求立志 我們有什麼親近神 如果沒有親近神是沒有力量的 我們不去看聖經 不去思想神的話 不去討告讚美神愛主 感激神的神 我們是沒有力量的 由主耶穌的幫助我們真心的配改 因為我們願意跟從你 其實經歷聖經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你會發覺 你回家祈禱的時候 你都會保持這個強力的恩公 如果你保持的話 那你每一次祈禱 都可以經歷到神的愛 平安和喜樂 並且你為人祈禱也會帶著能力 親近主是首先的 也都親近主的時候 我們才有能力去做更多的 求主耶穌去幫助我們 賜給我們一個喜歡神的心 喜愛神的心 時時又早到晚 不斷地讚美神 不斷地愛神 時時去感激你 走路搭車 一路洗澡 一路感謝耶穌 讚美天父 一路煮飯 一路掃錢 一路感謝天父 一路做很多的工作 一路感謝天父 亦都是一個專注討動的時刻 去親近主 去讚美主 去愛耶穌 是一代為教 我們真的不要兇手見主面 亦都叫我們在這個社區發出光輝 去祝福周圍 幫助我們 不要抗拒聖靈的工作 我們奉主名所做的 都是我們奉主耶穌 拯救我們耶穌的聖明 奉為我們釘成者的耶穌的名 的討告的時候 必定是聖明來做的 我們都奉創造天地萬鈞之有 的名來討告 你都必定是聖明來做的 所以我們不會擔心是赤人的 求主幫我們 不要有一個抗拒的心 不要抗拒聖明的工作 求主 私人多謝天父 賺給天父 榮要規定主 求主 溶化我們的心 溶化我們的心 叫我們不要停留在一個軟弱 愚昧的狀態 不要愚昧的過一生 是有智慧的 也都享受的 喜樂的 多謝天父 MING PAO